你好呀,欢迎来到泛泛365天能量提升的第39天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宇宙的指引就是 当我对我所拥有的心存感激的时候 我就会在实现我渴望的道路上感觉良好 那你可以对自己说 当我对我所拥有的心存感激的时候 我就会在实现我渴望的道路上感觉良好 那继续给大家带来今天的 怎样向宇宙下订单的一分钟练习 那就是想与人融洽相处就发射爱的电波吧 有效的改善人际关系的秘诀就是爱的电波 那我爱你这句话 能让你的心与灵魂相亲相爱 那这句话呢对任何人都有效 比如叛逆期的儿子女儿 爱抱怨的父母 不尊重自己的伴侣 职场中难搞的上司或者同事 在学校里面不好相处的同学老师 那向他们发射爱的电波吧 就算无法立即见效 彼此的关系也会逐渐产生明显的改变 无论是开会或者是接受就业 考试的面试都要向对方发射爱的电波 那这么一来呢 被击中的人就会成为你最大的帮手 所以把对方想成是你自己 付出最大的爱吧 我爱你是能在宇宙引发奇迹的幸福通关语 所以想跟深爱的人 还有不擅长应付的人融洽相处 秘诀就是瞄准对方的眉心 在心中发射爱的电波 那今天你们有没有接受到我爱的电波呢 那我爱你 如果你想要 加入到我们打卡的行列中来的话呢 欢迎来找我 如果身心灵上有需要疗愈的部分 也可以来找我 欢迎关注范范 每天一起能量提升 我爱你 谢谢你